其實現在的七種設計 整個故事其實就像社會的一個所有 就是你其實在裡面可以看到 人跟人之間的互相設計 愛情的設計、友情的設計 就是這些東西都是發生在你我周遭會發生的事情 然後表演以一種比較黑色幽默的方式去呈現 所以你其實在裡面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大家的對話裡面會有一些些小狗刺 或者是一些比較喜劇的成分 所以對我來講我覺得是一個很特別的 不管說是表現手法或是拍攝的角度 裡面有很多台詞 不知道或是喜歡吃燒肉 或是那個喜歡喝飲茶的男生都有類型 當初在講到這些台詞 都會覺得是討演比較多嗎 有 因為其實通常我們自己私底下 有時候在吃這些東西的時候 並不會有聯想到這些方面的意義 然後當時在拍的時候 其實主要是飲茶是男生的台詞嘛 所以那時候男生在講的時候 其實在旁邊也是覺得很幽默 然後男生在對戲的時候 也是覺得有一點想要笑場的感覺 因為他們兩個人的火花 就一來一往非常的有火藥味 那你同伴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前女友 你覺得前女友真的很可怕嗎 前女友可怕嗎 前女友蠻可怕的啊 有什麼可怕的經驗嗎 這裡不方便講啊 對 我覺得前女友可能就會像一個影子一樣吧 對 所以你會怕前女友嗎 我就怕啊 我也是別人的前女友過 所以在裡面如果那個子萱跟子 讓你搞真實生活 讓你搞真實生活 讓你比較其他人 真實生活 那哪一些子比較喜歡的 我覺得還是把子吧 因為 因為我個人是比較習慣性的動物 就是我喜歡固定的人 固定的模式 對 所以在你的模式中 你比較習慣扮演S還是M 天啊 這裡面 問他 他也很喜歡啊 他主動的吧 我覺得 如果兩個人可以時常互換 會有不同的情趣 我是那麼覺得 所以互換也是 對啊 互換哪一種 是角色扮演的還是 要看對方的需求 我會 那你的需求呢 我的需求就是 滿足對方的需求 就是我最大的需求 哇 嗯 所以這要上映呢 會不會擔心 票房 或者是期待票房 到哪裏 其實我覺得 票房這些都不是我們 演員可以控制的 因為我們能控制的 就是當下 全心全力的表現 跟付出努力 然後 如果 當然還是希望 如果票房好 對我們來講是一個鼓勵 但是其實 這件事情 到我們心目中 這樣分量是這麼重 其實我覺得 倒是還好 謝謝 大陸聽說 一波撐會向很多女生 心中傷心 是不是那個身材 平常跟師兄都有在健身 對 就健身的事 有運動 就有探驗 就是這樣 所以當時 可以脫掉嗎 當時脫掉感覺很奇怪 因為看你是附著 檢查我的身 我覺得脫給一個男生看 脫給一個男生看 很尷尬 就是驗身 所以 有兜兜嗎 全脫光 全脫光 它有 有狀況部位的 有包起來 要重包 哇 好 然後 就還好 然後一拖就是 全場的 金屋服務這樣 哇 沒有特別去練 金屋是好的 還是不好的金屋 看到你不好的金屋 哪一種金屋 你等一下看電影 就會知道 哇 你說這一波女性的粉質 會變好 是嗎 是嗎 嗯 很好 所以語安是有多數 你有漸漸到嗎 沒有 其實那個時候 他自己也把它包得很近 然後我其實那時候 也很替他緊張 所以我也不太敢看他 不太敢正眼看他 那你覺得應該是好的嗎 應該還不錯吧 大家都那樣子 哇哦 金屋子 那你喜歡嗎 我 我沒有看到 我就看到他的 屁股 後面背影 對 那個黃偉花獎 對 因為你是美食 是不是很吸引你 對啊 第一天晚上 就去吃了麻油雞 然後後來又吃了 蝦仁 跟還有 蝦阿丁 最喜歡 最喜歡 胡椒蝦 還有寧夏夜市 嗯 因為我覺得寧夏夜市 比較地道 像士林夜市 我都覺得那是觀光客區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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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